总统就职典礼就在520 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亲自前往 他表示总统就职是国之大典 蔡英文总统就职时 他受邀亲自出席 这一次也不例外 不过当天是市议会总执行 他只请了几个小时的假 下午就会赶回台中备巡 台中市议会定期会开议 而下周一就是市政总执行第一天 刚好碰上520总统就职典礼 议员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 市府来喊了 就是市长在5月20号 就在参加我们赖庆 赖庆庆庆的旧事典礼 那我想这是应该首次 总执行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天市长就请讲 那我请向市长是能够 在你还没讲之前 你讲讲对议会的一个内心话 好不好 是我这个上任以来 第一次在议会开议期间 那向这个尤其总执行 姐姐向这个议会请假 那感谢所谓 感谢议员们大家的成全 那因为这个总统就职呢 是国之大典 那既然邀请了 那我的态度是一致的 我不是只有现在才参加 上一任这个蔡英文总统的时候 那我获得邀请 我就亲自出席 那这一任呢也不例外 也会亲自参加 市长卢宣彦将亲自前往 除了感谢议会议员们的支持 她表示总统就职是国之大典 既然获得邀请 她的态度是一致的 上一任蔡英文总统就职时 她受邀并亲自出席 这次也不例外 议会总执询第一天 将由首席副市长黄国荣代理 这种执询期间 它是全天候进行 那所以我就非常的 行程非常的匆忙 希望那天交通都很顺利 那所以那天就是前往参加以后呢 下午就会赶回来备巡 所以只是请几个小时而已 市长卢宣彦行系市政 总执询是全天候进行 因此只请了几个小时 下午就会赶回台中备巡 进行 谢谢大家